大家好,我是Den 最近在韩国网路上有一个非常热闻的食材 这是一个经过油炸就会膨胀的奇特淡绿色食材 由淀粉制作的牙签 就是在韩国超市市值区经常看到的那个牙签 最近在网路上有很多人拍油炸中煮淀粉牙签直播影片 甚至还会撒上调味料 但是当牙签制造商的老板听到这个消息时 他感到非常荒谬 牙签制造商的老板表示 我们从未考虑过这些产品会被用于食用 因为这些产品根本没有在生产时考虑过这种用途 实在不明白为什么有人要食用本来就不是用来吃的东西 据了解 淀粉牙签是由玉米和地瓜淀粉甜味剂和色素等成分制成 看似对人体并无害 那为什么还是不应该食用呢 牙签制造商的老板表示 因为这些是一次性使用的卫生用品 不是食品 虽然淀粉牙签作为环保产品 使用后可以自然分解 燃烧后会变软并分解 因此进入食物垃圾后 被动物收入也没有问题 但商产这些产品的目的是主动于这一点 而不是为了食用 如果像现在这样油炸或大量食用 我们无法预知会出现什么问题 因为我们从未进行过此类实验 也不知道可能会引起什么后果 在韩国 我们平时食用的食物 都必须通过食品安全测试 以确保其安全性 但淀粉牙签是被认定为卫生用品 而非食品 卫生用品的成分和制造方法的安全性 虽然得到了保障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无害的 也不意味着他们可以食用 专家们也提醒说 淀粉牙签中的一种成分 山梨醇 如果摄入过量 可能会引起呕吐 腹泻等消化系统炎症 目前韩国食品药品安全处 也发布了相关几集通告 建议大家 不要使用这些 未经安全性验证的产品 淀粉牙签制造商的老板最后强调 虽然成分上是无害 偶尔不小心吞食一点是没有关系 但不应将其作为食品来油炸或煮食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这真是一个极好的例子 展示了社交媒体能让人们变得多么愚蠢 为了获得观看次数和点赞 什么都做得出来 哇 真是创新啊 国民们自愿参与生体实验 真是令人心潮澎湃 从制造商的角度来看 这种情况真的很不利 如果有人因为使用这些产品而不幸死亡或受伤 那么该品牌的形象将受到极大的损害 这就是为什么可以理解制造商为此感到困扰和叹息的原因 原来说社交媒体会毁了一个人是这个意思啊 那些YouTuber们以后连防腐剂也去吃吧 看到上面写着对人体无害丹的防腐剂 就直接往嘴里斗啊 真是的 因为在TikTok上很流行 所以现在连小学生也想跟风作 那些没大脑的大人们真的是个问题 所以对于韩国网路上流行的淀粉牙签直播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希望大家千万不要跟着做